韩国留学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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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的意思 韩国留学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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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怎么多 我们继继继 我们外国人 我们外国人 那么商品 韩国留学通网 那么这次比赛 1月31日 那我们外国人 比赛 吃饭饭 那么最好吃 比较好吃 怎么样呢 跟这个一样 这样写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的一个43题 42题卡怎么说呢 卡帮을 잃어버렸어요 卡帮是包 这个 잃어버렸다 是什么的 丢了 卡帮을 잃어버렸어요 丢了 那么呢 哪怎么说呢 卡帮을 怎么样 问了一句话 那么他又说了 오늘 오전에요 오늘 오전是时间 那么呢 哪肯定是问 包什么时候丢的 对吧 包什么时候丢了 那应该怎么说呢 卡帮는 什么时候 韩语怎么说呢 언제 언제 怎么样 잃어버렸어요 跟这个话一样 穿上去就可以了 잃어버렸어요 卡帮을 언제 か방을 언제 잃어버렸어요 那么 오늘 오전이에요 这么说就可以了 那么结合上下文 如果不会写的话 我们看一下 都是有给我们提示出来的 所以照着写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 四十 四十三题 那么看这个图是什么呢 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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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音乐 听音乐 那么他是在听音乐 但是他在什么呢 一边的跑步 一边听音乐 那么 一边一边是什么呢 那么男人 一边跑步 一边听音乐 怎么说呢 男子 跳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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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跑步 跳 力 跳 跳 力 比较难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运动 一边运动 一边听音乐 那么可以怎么写呢 运动 跳 名所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所 表示一边一边的意思 或者是这个 对名所 对名所 音乐 也是可以的 非常的简单 我们初期的写作比较简单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 四十四到四十五题 谈 谈 다음 글을 읽고 괄호에 알맞은 말을 쓰십시오 也是让我们去写的 我们看一下 저는 공원에 갈 때 마다 나무 밑에 안습니다 那么 我呢 每次去公园的时候 갈 때 마다 마다 是美的意思 每次去公园的时候 然后呢 나무 밑에 在树的下边 안습니다 坐在树的下边 나무 밑은 바람이 불어서 시원합니다 那么 树下面呢 parami 불다 有风吹过来 所以呢 시원합니다 非常的 凉快 那么 도 还有呢 책을 읽게도 매우 좋습니다 那么 对于这个读书的 책을 잃다 对于读书的这个方面呢 也是非常的好 그래서 저는 所以呢 我怎么样呢 나무 밑에 什么什么 좋아합니다 所以我喜欢怎么样 我喜欢坐在树下 그래서 저는 나무 有提醒给你了 안는 것은 坐在树下的事情 anda 那么 안 什么呢 안는 什么呢 크 크 是什么呢 东西 안는 크 する 좋아합니다 对吧 那么 做的这个事情 那么加这个 里尔表示呢 什么呢 这个是目 这个是动作的目的语 좋아 안는 것을 좋아합니다 这样写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答案只有一个 안는 것을 좋아합니다 这就有提醒给我们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45题也是要写 那么 요즘 일을 할 때 那么最近工作的时候呢 컴퓨터를 많이 사용합니다 那么我 最近用的时候 我们是经常用电脑吧 对吧 这个 사용하는 那表示使用的意思 经常使用电脑 그런데 但是呢 컴퓨터를 오랫동안 보면 但是看这个 오랫동안 长时间的 去看电脑的话 会怎么样呢 那么 눈에 안 좋습니다 那么 에 에 좋습니다 에 안 表示 对 对眼睛不好 눈에 안 좋습니다 한 시간 那么一个小时 컴퓨터를 분 후에 那么 다섯 시간 증 컴퓨터를 那五分钟 的 这个 컴퓨터 怎么样 그리고 잠시 후에 那么 暂时之后呢 다시 컴퓨터를 보십시오 你再看 那么 说明这里呢 你休息了 休息五分钟 电脑呢 是不要看 那么呢 한 시간 증 컴퓨터를 분 후에 다섯 시간 다섯 분 증 컴퓨터를 怎么样 不要看 那怎么说呢 不要看什么 지 말다 부지 마세요 부지 마십시오 也可以 부지 마세요 或者 부지 마십시오 那么 不要看 那么 或者什么 不要用电脑 也可以 那么 还可以怎么说呢 사용하지 사용하지 마십시오 마세요 或者怎么说呢 不要用 这个 사용하다 还可以怎么说呢 撕的 쓰지 마세요 쓰지 마십시오 都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四十五题 那么呢 我们看四十六题是一篇 作文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题 那么 他们一句 배우시 컴퓨터부터 三百 컴퓨터로 克里斯 십시오 读完了这个条件以后呢 写一百五十字到三百字的一篇小作文 那么 有些人想啊 我写得很好 我能写五百字 我能写六百字吗 不可以的 你必须保持在这个里面 如果你超了三百字 不但不会给你加分 还会给你扣分的啊 所以呢 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篇幅的长度 那么我们看一下是什么 规则呢 여러분은 토요일 일요일에 보통 무엇을 합니까 那么大家呢 신치료和新天呢 一般做什么呢 어디에서 합니까 在哪做呢 누구하고 같이 합니까 和谁一起做呢 여러분의 주말 이야기를 쓰십시오 然后你写什么呢 주말 이야기 我的周末生活 那么我们要 第一个是周末 做什么 第一个是 뭐 수 합니까 做什么 比如说我去游泳 我去学习 我去打高尔夫球等等 第二个问题呢 어디에서 합니까 在公园学习 在图书馆学习等等 那么呢 누구하고 같이 합니까 친구하고 엄마하고 동생하고 都可以 那么呢 就按照这样的一个篇幅呢 写一下 周末的生活就可以了 嗯 非常的简单 一定不能写错别字 还有什么呢 这个 第二次 空格处 要空掉 不要写错别字就可以了 嗯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第二十九届的 韩国语能力考试初级的 这个 次第第二部分的写作部分 就讲解到这里了 那么剩下的其他部分呢 欢迎大家继续登陆 我们的韩国留学通网 韩国留学通网的网址是 3w.korean.co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的网站 여러분 수고하셨습니다 谢谢大家